黑神话悟空作为一个游戏能够让我这种只会消消乐的人都能够觉得如雷贯耳的 说明他真的是做得很不错啊 相当的富有震撼心 所以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点点相关的信息 虽然极其的浅薄 但是呢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 首先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国产的游戏 有些那个打游戏的小朋友跟我说 哎这个是3A游戏 我说3A在哪里 跟3A景区有没什么关系 他说档次评价上面好像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总之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好 尽善尽美 大投资 大体量 大制作啊 这就应该就相当于我们10年前去看阿凡达一的时候的那种震撼之感的那种感受 这些东西呢 看上去是重金堆砌 但实际上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一个社会你的经济发展 技术发展达到了一定的层级之后 文化的输出上面就不能够再搞那些 平替版了 我们真的得搞一点自己重装出行的装备 而黑神话悟空就是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的一个重装的装备 听说这家企业在进行里面的数据建模的时候还真的去考察了很多的传统建筑 从而避免了里面的建筑模型走向了窝蜂 这件事情我要单独的拿出来表扬一下 既然它干得这么好 那么它的出海当然就是我非常支持的事情 然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它出海之后开始了 事件的一开始呢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在互联网上面有个人呢爆料出来一件小道消息 说黑神话悟空这个企业啊收到了别人的一次合作邀约 这个合作邀约非常的富有意趣 有一家企业团队给他发了一个邀请说 你来邀请我们给你当顾问 你来邀请我们 你邀请我们邀请 嗯很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邀约 让他去请一个顾问团队过来 干什么呢 做一些文化指导 哎你听我们前面说的 这是一个文化输出型的大型综合游戏 然后呢一个老外跟他说 你得过来接受我们的文化指导 而且咨询费还不太便宜啊 700个W 而且是dollar 然后这个订单 它的发布方实际上呢 是一家女权组织 那么这个女权组织之前 也曾经给别人做出过文化指导 什么样的文化指导呢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有金发碧眼的大美女 赶紧的给我把皮改一改 脸改一改 身材改一改 怎么能够让她看出来是一个女的呢 怎么能够让人看出来她是漂亮的呢 你是不是有身材的压迫 是不是有容貌的压迫 是不是有性别的压迫 是不是误化了女性 是不是在羞辱女性 是不是在消费女性 对 你侮辱女性了 于是呢 人家的企业啊 不管是电影也好 游戏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总之就需要把里面的这些角色 变成丑的 胖的 难看的 最好看上去还有点什么毛病的 这样子就完美的符合了 这个女权组织的要求 当然就不太符合消费者的要求 可是没有办法啊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订单 于是这个订单出现了之后 黑神话悟空表示了不予理睬 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外 然后呢 引起了很多准消费者的注意 咦 有一家企业拒绝了女权组织的矫正哦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去购买一下这家企业的产品呢 于是黑神话悟空在海外的宣发取得了第一阶段的盛大成功 虽然他什么都没干 本来事情呢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的背后呢 有这样的一家女权企业就如此的浮出了水面 这家女权企业所做的生意也为大家所知 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他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买卖这件事 这里头其实涉及到的第一个概念吧 应该叫做权力斗争 首先呢 先来解释一下权这个字 权呢 原本是个物件 是什么物件呢 是一个衡量型的物件 就是所谓的衬妥 就是拿来矫正 拿来制定标准 拿来衡量你的轻重缓急的这样的一个物件 那么这种物件呢 它就引申出来了其他的含义 例如说掌控权力 例如说评价的权力 一如说审判的权力 所以呢 你会注意到 称妥这个东西 可以搞清楚你到底是几斤几两 可以判定你是否缺斤短两 于是它背后衍生出来的呢 叫做权力 当你有衡量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一种力量 同时呢 它衍生出来的是权力 当你有了衡量的能力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拥有了利益 所以在人类社会里面 权力和权力啊 常常都是会放在一起 共同存在的 而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情 就跟权力相关联 因为权是非常容易衍生为利益的 权是什么 权就是衡量 今天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就看出来了 女权团体在干什么呢 她在衡量你 她在审视你 并且在向你销售她的衡量 与审视她的审判 人类社会永远都脱离不开 争权夺利 因为有了权就会有利 就会有长长远远 远远不断的好处 那么我们去争权夺利的这个过程 在这时候表现的是什么权 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曾经聊过说 现代社会那个传统的第四权 开始摇摇欲坠了 第四权是什么 第四权是舆论话语权 过去呢 它是由传统媒体所掌控的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发声渠道非常单一 而新时代到来之后呢 传统媒体日不西山 他们的话语权每况愈下 但是权力不会凭空消失 它只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那么传统的第四权 在传统媒体日不西山之后 它转移到了哪里呢 对它分散到了互联网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权力 就被这种有组织的 有建制的团体所掌控了 这些团体 它打着弱势群体的旗号 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 成为互联网上的强者 自然界当中理论上的弱者 并且借由弱者这个理由 向所有的正常人重拳出击 这是一个新时代 权力变迁和掩替的一个过程 但是进行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我们就得注意到一件事情 权力出现了 没错 它想办法掌控了权力 也没错 但是单独的掌握权力这件事情 它并不决定它拥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说了权是可以变为利的 那么问题就在这 权要如何才能够兑现为利益 话语权说起来 它是很大的一个权力 我说话你得听 我说什么你信什么 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 但是你想要把这个 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直接变成钞票 卷到我的荷包里面来 中间呢是必须要有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需要很丝滑才行的 所以如何变现就成为了拥有话语权的团队 需要首要考虑的事情 那么怎么变现呢 要知道拥有话语权的这些群体数量可一点都不少 传统上面拥有话语权的也有各色各样的人等 大家都有自己的变现方式 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例如说曾经有一些时尚类的杂志 他拥有了这个时尚的着装方面的审美定义权 于是他们会干什么呢 当一个群体他拥有了时尚定义权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一些快销产品 把一些奢侈产品强行的加价销售出去 用这种高附加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变现 同样的啊 拥有国际军事最高权力的啊 没帝国主义当年执掌了天下江山当中最重要的武器核心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变现的呢 他拥有了这个权力之后 把军舰开到了所有的角落里面 然后用军事的实力实现了高压式的国际贸易 也叫做西方为主体的自由贸易 然后再用他自己的美元作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 最后实现了对全世界利益的收割 这个就是从军事的权力变现到实际的利益 所以权力到利益之间 它一定是有一个转折项的 它如何变现呢 那么今天有一些群体他所掌握的东西叫做话语权 而话语权这个东西啊 他想变现起来比那些东西呢要稍微难那么一点点 因为话语权呢就是嘴巴在说话 它是没有生产力的 别说军火了 他连一件衣服他都做不出来 他想把T恤衫给你卖成个一百刀两百刀三百刀这件事情 他没有T恤给你卖 当他没有物质可以直接兑现的时候 他就要另辟其境 到底如何去把它换成钞票呢 传统形式上面的话语权置换成利益呢 有这样的几种通道 例如传统媒体会去发广告 对吧 但是发广告这件事吧 其实他需要去讨好甲方 就是广告商广告主要求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因为人家是金主爸爸 这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权利直接置换成了一种钞票 它是一个置换关系 我每一次讨好都会导致我的权威的下降 我讨好的广告主越多 我的权威下降的程度就越严重 这就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如果一家杂志一个报纸 它有一半的版幅都是发各种各样的广告的话 那么这个报纸一般它的销量上面就会出问题 因为大家发现里面的干货太少 金主太多 同样的 还有一种变现方式就是所谓的带货 但是带货这件事情它需要讨好消费者 这也是把话语权直接置换成了钞票 这种置换的方式因为你也要低头讨好 也会同样的降低自身的权威属性 这种方式虽然说能够变现 可是却会让自己的权力受损 它变得呀 太直接了 所以怎么能够让我既保留我的绝对的威慑力 同时呢 又让钞票货币能够源源不断的涌向我 确实需要稍微废一下脑筋 而这个事情呢 说老实话 还不需要开创什么巨大的脑洞 因为人类的历史上还真没有多少新鲜事 这个活儿啊 古时候就有人做过了 什么样的人用自己的话语权 直接置换了源源不断的钞票 并且一点都没有折损自己的权威呢 那就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教会 神权时代的欧洲 遍地呢 基本上都是文盲 普通的百姓虽然知道有那么一个God 也知道那是绝对的神 绝对的创世主 但是他并不知道God 到底指导大家做了什么 不做什么 虽然他们知道有一个所谓天堂在那里 是他们将来要追逐的目标 但是他不知道要如何去向天堂 什么样的人会去 什么样的人不会去 于是关于God 关于天堂 他的解释权和衡量的权利 就交到了神权人士的手里面 他们拥有了审判的权利 评价的权利 所有的指标都在他们手里 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做几件事情 传统意义上面的教会 它的收入来源叫做十一税 其实就是一种人头税 所有的信众都要交这笔钱 它相当于是会员费和入场券 你交了就算咱自家的人 将来进天堂的人当中的多少 候选者当中总有你一个 这是一个门票钱 但是到中世纪的后期啊 那个教会组织发现光这个还不太够 尤其是当他后期有了一个庞大的债主之后 就格外的不够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发出了新的创收的选项 这个选项很不错 他的生意名称叫做赎罪券 赎罪券这个生意啊 和之前的那个入场券的生意完全不同 那个呢家家户户都要交 而且每个人交的都是杂瓜俩枣的 而且事实上如果特别贫困的话呢 连撒瓜俩枣都不用交 还可以从教会拿回去几个鸡蛋 但是到了赎罪券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 他设置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口径 就是你不能进天堂 这个标准是很有趣的啊 当我告诉你如何能够进天堂的时候 你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进天堂 这个叫做标准 只要你想办法实现了这个标准 你总能进 但是当他进入到赎罪券领域的时候 他告诉的是 你不能进 但是为什么不能进 怎样才能不能进 不清楚 要有特定的人来给你解释 而一旦说你被判定了不能进天堂 这个时候你有罪你有错 怎么办呢 我可以卖给你赎罪券 然后你照我的指导做了事情之后 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这种方式啊 他把本来明确的标准变得含糊了 变得隐秘了 从而呢形成了一种盲目的威慑力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干过 嗯对 就是在法家崛起之前 今天经常有人批评法家严苛 什么东西都列的条条款款的 细的简直不让人遵守 但是在法家出现之前 我们也是有礼法和刑律的 那个时候的刑律从来都不公诸于事 而且它还有一套理论 叫做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 有没有觉得这玩意和赎罪券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呢 当你不知道什么是犯事的时候 你犯了什么事 我告诉你你犯了事 你犯罪了 你得交赎金 要是真的明文规定了 你是不是在跟我降嘴 不对啊 我没犯事啊 我不能交赎金 你看上面有规则呢 所以 人类历史上没有新鲜事 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 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是真理 一件事情的标准 把它明文化放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不管它有多么的高不可判 都会想办法规避它里面的错误 但是当我告诉你你会犯错 可是我不告诉你你错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懵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女权世界 也包括了性别政治正确等等相关的群体 他在贩售赎罪券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 就是他永远不告诉你到底怎么做是对的 他只会在你做了之后告诉你你是错的 并且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呢 就会衍生出来另一件事情 哎我刚才是不是说到了标准这个事 是的我提到了标准二制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卖标准呢 因为标准也是一门旧生意 要知道20年前我的很多的老师啊 什么当时的很多学者还在那里不断的吹嘘 说全世界啊人家经典的企业 高级的企业都在西方 而西方的最顶级的企业叫做一流的企业 卖标准 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标准呢 那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啊 一想想都是高大上啊 收割全世界啊 漂亮死了呀 干什么呢 当时就是哎我订了一套1001标准 你达成了1001标准 你能够进我的这个市场 你达成了我的1002标准 你能够进我的这个市场 别人呢就这相当于卖了一个入场券给你 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世界第一级的生意 而中国呢当时没有这种卖标准的能力啊 所以我们需要跟西方人买标准 为什么今天的这些人不愿意再去卖标准了呢 因为他们发现啊 这哪里是什么一流买卖 不配 因为凡是当你卖标准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标准公主于是 标准公主于是了 他就能够绕过标准 标准公开出来了 还会有其他的竞标企业和我一样也卖标准 我这块市场守住了 别人啊他把市场打开了 怎么办呢 是吧他一跟我竞争 这咱们不就卷起来了吗 一卷起来了 这不是要降价了吗 一降价了 那对方不是占便宜了吗 是这个逻辑吧 所以你今天看看 全世界现在在卖标准的企业 其实都在降价 而且彼此之间不断的竞争 而且标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 各个企业开始想出自己的招了啊 中国的企业自己开始办联合会 自己也整标准了 时代就开始这样轮流转起来了 所以卖标准这个事确确实实 它其实啊 是一个短期生意 尤其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客户身上 割第二道这件事情 让这些小众组织心如刀绞 于是在全行来全行去之后 他们选择了这个古老的 充满了威权主义的策略 就是你错了 我卖赎罪券给你 至于错了之后怎么改 反正嘛 只要改的不像你 那就行了嘛 这个标准很简单 也不需要技术门槛 也不需要审美能力 也不需要他真的会点什么 反正你错了 嗯不对 红裙子不可以 绿裙子 短裙子不可以 长裙子 裙子不可以 裤子 女的不可以 男的 男的不可以 无性别 总是可以调整的 一切都可以变化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去会做这样的选择 以及这个选择的背后 会产生多么庞大的一个利益 这种方式 其实搭配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衡量权审判权和定义权 过去他们卖标准 现在这些新的团体销售的东西 就叫做政治正确 这门政治正确的庞大的生意 在整个的欧洲和美国 都是横行霸道的 而且他这个买卖呢 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端的程度 高端到了哪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美国现在他们自己的军部 就是五角大楼里面的那些将军们 那些曾经是个爷们 现在留着长头发 画着口红眼线 穿着高跟鞋 小短裙的那些将军们 你在他们身上 就能够知道 这些政治正确的团体 已经把自己权力的爪牙 渗透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去 当他在一个社会里面 拥有了这样强大的话语权 甚至能够影响到 绝对的高阶人士的任免的时候 他在整个世界上想怎么收割 就怎么收割嘛 所以问题就来了 你看人家政治正确团体 挥舞起政治正确的大棒 甚至可以决定五角大楼里面 将军的任免权 凭什么黑神话悟空 就可以毕不吭声呢 是啊 为啥他就可以不吭声呢 因为黑神话悟空是中国企业嘛 因为中国这里虽然也有那么一点点 政治正确想要身骄沉上 想要挥舞大棒 想要审判他人 但是他毕竟不是还没做到呢吗 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 目前而言 我们还不至于像这种 性别必须多元 审美必须多元 种族必须多元 一切都必须多元的这种 所谓的政治正确妥协的这种地步 既然我们国内的市场相对而言 还算是富有合理性的 大家还是会欣赏漂亮的人 酷炫的技能 那些美丽的 那些富有传统美感的东西 既然这些信号 还是中国的市场十分追捧的 那么黑神话悟空 当他立足于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 就完全不需要像那些 描眉画眼的大老爷们儿像妥协 他完全可以把男人做成男人猴子 做成猴子 妖精做成妖精 鬼怪做成鬼怪 而当一个中国企业 在今天这种政治正确 妖魔横行的时代 能够冲破樊梨 直接做到把真正的正确输出出去的时候 其实啊 他就掌握了一个新时代的买卖 要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面 我们常常说美国有一个优势 叫做低人权优势 尤其是在那三年里头 我们最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低人权优势 因为他可以不在乎人死 他不在乎人恶啊 他也不在乎是社会有多么的混乱 有多少的零原垢 所以呢 他可以这也不管 那也不管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在乎 而中国就不行 我们要求所有人都要安居乐业 否则官员的乌纱帽都戴不稳的 所以在中国呢 我们有这种高人权劣势 而美国呢 有低人权优势 那么今天在黑悟空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看见了另外的一道曙光 今天的中国文化市场啊 这个一直以来被别人倒灌 乱七八糟文化的一个弱势的文化市场 我们今天拥有了一种新的优势 叫做政治不正确优势 在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正确 腐蚀的这个时期 我们的文化开始崛起 开始复兴 于是呢 我们的文化输出拥有了政治不正确优势 他们必须得难看 他们必须得性别不分 他们必须得一切混乱才算政治正确 那么在这种时候 我们这种拥有传统美感的政治不正确 但是事实上很正确的普通的企业 突然之间就拥有了巨大的代差式的优势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时代 只要我们保存正常的审美 正常的行为逻辑 不像那些妖魔鬼怪妥协 我们的文化输出 就可以实现新时代的高压输出 从高处向低处漫贯 所以未来的十年 我相信就是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十年 也是我们的文化型企业 可以大肆出海的十年 后面都跟着加油 用政治不正确的手段 打败他们所有的政治正确 然后走向星辰大海